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9月9號下午4點鐘 哇 那只更新了不到一個小時就已經更新完成了 那這個Light有貼出那個新角色的圖 我還想到這是神奇寶貝的那個大眼蛇 那當時我看到我想說是不是這個提前釋出一些圖片 因為之前我也提前釋出一些圖片 然後這個好像是從國外論壇那邊出來吧 好 那總而言之呢 結果沒想到說 我剛剛想說這點一下 欸 竟然更新已經完成了 好 然後這樣子 雖然說是提前一個小時更新完成 不過補償還是有1200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沒錯 是3點到5點 現在才下午4點鐘 那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這一隻新的英雄吧 滿血的新英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圖鑑 他叫什麼 好像有一個那個傀儡的這個傀吧 I feel the beating heart of the I come and go as I must 荒漠石葵 格拉尼特 come back to the earth the ground shade the ground shade the ground shade 好 OK 那這樣子滿血的角色越來越多樣化了 不是單純只是獸人 這個 這個連這個什麼土元素 類似像是精靈啊 守護者 這類的角色都出來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 沒有猜錯 這個是坦克喔 所以說這個滿血現在是應該是三隻坦克吧 斯克雷格 然後 獅子 跟這一隻新的這個格拉尼特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招 大招 哇 英文不是很好耶 诶 呵呵呵 非 石化狀態下的敵人受到傷害提升40% 石化狀態提升6秒鐘 有沒有人英文比較好啊 這個啊 反正就是 有320 不行啊 你當然看這個還不行 他主要是還有這個石化的狀況 然後什麼5秒鐘啊 石化狀態會5秒鐘 到LV3會到6秒鐘對不對 然後石化狀態敵人會受到傷害提升40% 那BOSS會 BOSS會被石化嗎 石化可能是第一個 第一個有這個這個石化屬性的喔 所以這個是應該是全體攻擊吧 雖然說這個英文看不出來 不過到時候再說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地之怒 引導土元素將周圍敵人聚集到生前 老鷹嗎 大老鷹聚集到生前 打斷敵人施法 唉唷 那跟那個古王反傷會不會也可以搭配勒 打斷敵人施法 施法 那物理攻擊可以打斷動作嗎 造成140%攻擊傷害 然後拍擊地面 對生前敵人造成傷害 還會擊飛 唉唷 擊飛 那跟瑞絲培的那個飛燕可以做搭配嗎 拍擊傷害 那這樣子算是有控場吧 拍擊地面命中的每位敵方英雄 會使他恢復能量 那這樣也不錯喔 然後這個快速攻擊 快速回能 然後再快速開大 給人家石化 石化是不是完全不能動啊 那這樣的話 那就是一個很強悍的控場 獲得一個護盾 有點像是烏龜喔 6秒鐘 隨後 將自己的護盾的50% 不過這是攻擊力的護盾 我們不是生命力 所以說這護盾量 不是很強吧 然後去給除自身外 最虛弱的 有方英雄6秒鐘 然後轉移目標周圍的敵人會被擊退 轉移目標 譬如說我最虛弱的人旁邊有敵人 然後周圍的敵人會被擊退 擊退是 擊退是被 被推到遠方去嗎 可能只是 只是擊退一下下吧 然後 這個 如果場上沒有有軍存活 就不會轉移護盾 轉移給這個 有方英雄的這個護盾 會持續增加8秒 感謝小姐姐提醒我 已經更新完成了 我已經在錄了 然後尖炎護甲 被動 戰鬥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也是有點像烏龜喔 剛開始可以獲得最大生命值的護盾 這個生命值不錯 這樣子 至少開場 比較不會被秒掉 然後護盾增加25% 最大生命值 持有護盾的時候 受到傷害降低50% 唉唷 這個效果反而是有點像是 這個專武或是家具的效果 所以這個被動是很有效的這個被動 每12秒鐘刷新一次 所以說如果說護盾 護盾沒有 沒有被消失的話 他就是會持續存在 那如果說護盾量都 如果說護盾量已經被打掉之後 每12秒還會再刷新一次 那這樣比烏龜好 烏龜只有開場才會有 烏龜會 會定時產生護盾嗎 我們來看一下 大烏龜 大烏龜 這邊 高爾沃 他的護盾會產生嗎 每次釋放必殺器 也會有產生護盾 那這個也是有 但是他這個沒有減傷50% 他是護盾是用生命值來做計算 也是不錯 然後護盾提升到這個8秒鐘 都是護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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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盾還可以回血 所以說這樣看起來 他作為一個坦克 技能算是還蠻OK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專武 地脈能量 減傷的這個專武 流沙星河 當格拉尼特死亡的時候 場上能有有方勇軍存活 會額外再釋放一次 石化流沙 喔那這樣不錯喔 那這樣子如果說 打那個什麼自殺派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他一死掉 還可以再放一次石化流沙 石化流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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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子感覺上 跟這個 埃隆老鷹 盾克雷蒂亞對 好像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當他死掉的時候 稍微控一下場 但是因為這邊英文看不清楚 所以 我們刷掉試試看好了 刷掉 重新登錄一下 他會不會更新好 所以這個死掉也會觸發石化流沙 我覺得這個效果也是蠻值得期待的 稍等一下 正在載入 正在載入補丁文件 有沒有什麼 這邊有沒有跑出什麼要更新的 沒有 我們再看一下 沒有 OK 我們再繼續看這隻角色 格拉尼特底加 如果說切換語言呢 稍等一下 總是想要做一些奇怪的事 語言 我們切換成簡體看看 額外下載 下載完成 這個要重啟 看一下 看是繁體包沒有翻譯 翻譯好是不是 這邊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可能是語音檔之類的吧 我們來看 這個格拉尼特 這邊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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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體文字有 好 然後 格拉尼特 從大地中誕生 無法被擊飛 無法被擊飛 因為太胖了嘛 跟這個 跟那個斯克雷格一樣 然後釋放石化流沙的時候 對前方扇刑區域 扇刑區域 然後造成攻擊 打斷敵人司法會附加石化的標記 如果說已經被標記 會清除標記進入石化狀態 無法行動和獲得能量持續5秒鐘 那如果說一開始 他直接就被秒掉的話 那其實也沒有用 因為他只是上一個標記而已 但是 他這個等於說是要上 上第二次標記他才會被石化 這樣子 然後 磐石守護 那要怎麼樣才會有這個這個石化標記 好像沒有耶 他的技能都不會讓人家有這個石化標記 所以他就是要拼命開大招囉 因為你要第二次 第二次被上標記之後才會被石化 好我們來看專武 對死掉之後會釋放一次石化流沙 然後 每次釋放石化流沙 能量會恢復 能量恢復提升10% 最多跌加到5成 能量恢復會提升到50%喔 好像就是 存活越久 開大越多次 他的那個能量累積速度就會越快囉 然後能量恢復20% 跌到5成就是 能量恢復100%就是加倍 加倍這個樣子 好 然後 我們再看 這個戰鬥開始的時候會對所有敵人 喔 一定要專30了嘛 這樣子 所有人 都有標記的話呢 也就是說他只要釋放第1次大招之後呢 或者是說 當他 當他一開始後 這個有專30的格拉尼特 如果說他 他開場進去啊 全體敵人都會有石化標記 然後當他 一進去就被秒掉的時候 會觸發一次這個大招 那這樣子因為敵人一開始就會有這個 石化標記 那就會被被控住 那這樣很不錯耶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加劇喔 三紅加劇 尖炎護甲的 護盾刷新的時候 格拉尼特下次普通攻擊會獲得強化 對前方更大範圍的敵人造成傷害 傷害喔 傷害好像普普通通喔 強化普通攻擊還會偷取敵人 100點命中和10點極速 持續6秒鐘 好像 好像 普通攻擊偷人家命中率喔 OK 那 那這個應該是還好吧 但是敵人少了100點命中 或許 或許就是差那麼100點然後就 就這個 閃過關鍵的一擊 OK好 那這個是格拉尼特的部分 那我們就來直接來試玩看看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動作好了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他開場的動作是如何 開場有護盾 然後就揍 蹦 這個算擊飛吧 這什麼東西 為什麼往後 他把護盾給給別人是不是 擊飛 範圍蠻大的 後面那個人也 彈起來了 開大招 頭上有一個這個東西 但是還不會被石化 因為要第2次開大才會被石化 彈彈的 身上都是有護盾 因為他的護盾 沒有被打完的話 他並不會說這個石化 護盾會消失 而是每12秒鐘 他會更新一次那個護盾量 喔 這樣子還不錯喔 好我們來玩玩看吧 這個要怎麼搭配 我們一定是期望他是一個 站在前排的坦克 那 光盾就不要試了 因為光盾在後面幾乎不會用 好啦 魯米蘇 狼人 跟老鼠 試試看這個推蠻血塔 不過對方敵人也應該不是很強吧 好我們來試試看喔 好開場 這個烏龜跟格拉尼特都有護盾 好在那邊敲 給友軍護盾 給誰啊 哎呀 老鼠開大 好 吹過去了 有沒有看到烏龜被石化了 這是第一個石化的特效 身體顏色變成那個暗色的 被一層暗色的遮罩給遮起來了 再吹 這個 這個 我們的塞西利亞直接 直接被那個大招傷害幹掉了 不然可以看到塞西利亞被被石化住 好 那個薩菲亞現在頭上也是有這個石化的標記 所以我們等著格拉尼特開大招 好開大招了 薩菲亞 他被石化了 石化住了 不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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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5秒鐘喔 蠻久的耶 喔不錯喔 這隻角色不錯喔 欸 好 我們再試一下 格拉尼特 那 前排要佔誰啊 佔個 好我們換個綠玉隊好了 也才兩隻綠玉喔 好吧 雷恩 奈拉拉塞西利亞 我記得塞西利亞好像不怕拉耶 好沒關係我們試試看 拉 哎呀 他去拉 他去拉老鼠耶 他沒辦法拉 拉那個塞西利亞 嘿 哎唷 斬掉了耶 喔 說一下 欸 烏龜被控住了 烏龜 不是被控住了 烏龜被石化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傷害是如何 呃 傷害很一般但是 但是要的是他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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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場嘛 好OK所以說這是格拉尼特 蠻值得期待一隻角色喔 但是如果說有了他的話呢 嗯怎麼辦 獅子還是有用啊 只是說到時候他 他這個鑽30喔 鑽30之後呢 開場對方都會有石化標記 然後死掉的時候 他會額外釋放一次 石化流沙 這個其實也可以測一下喔 我們先找一個坦的 比較坦的人然後活下來 然後我們讓格拉尼特去送死 怎麼放呢 有誰比較活的下來 不然我們讓 我們讓盧米蘇躲在後面 誰可以躲在後面 雷恩好了 好這樣子 啊 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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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雷恩躲在這邊好了 來 塞西里亞 趕快把這個格拉尼特幹掉吧 我要看他死掉死掉的那一個 那個流沙是怎麼樣 哎呦那麼坦喔 怎麼辦呢 有誰可以活得比 比他久了 好這樣子 盧米蘇 好大家趕快去揍格拉尼特 不要揍盧米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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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格拉尼特 大家頭上都會有這個標記 哎呀糟糕了 要比格拉尼特玩死 光盾嗎 光盾在下面 哇 因為他那個死掉放出大招 必須要 必須要這個 怎麼講 場上有其他英雄才行 怎麼塞西里亞去切他啦 這樣子 塞西里亞去切 去切格拉尼特 哇格拉尼特有護盾 他都是最後一個死 這個要怎麼測試啊 這個麻煩了 老鼠 老鼠 好這樣子 啊 這個 這個不好測耶 他最後一個死掉 好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是死掉 他死掉的時候 他面對的那個方向 會 會噴出去那個 扇形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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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化的這個傷害 好那 那再來我們要看 看什麼呢 三肖嗎 三肖好像就 就看一下 迷糊森林 欸多了 是什麼東西呢 喔 是 10個種族抽 因為當時有說嘛 這個是過12之1就會開啟 所以這是屬於給 給新手多一點這個資源喔 然後這些也是一樣 每過一關給你多一點點的 粉塵啊 經驗啊 這些對後面玩家來說應該是 可有可無 但是這個主要是給 前期的這個玩家啦 好來看一下第46關 魔法門會將上面的元素交換喔 越來越複雜喔 不務正業 那大概清的方式就是先從下面清起 因為你如果清下面的話 比較不會產生什麼連鎖反應 所以你要清的話盡量是清下面的這個東西 這樣上面才會噴噴噴噴噴 就是這樣子 反正就是看 看運氣好不好 他會不會這樣子炸一炸 自己就把他全部都消掉了 就這樣子 這個 這個看一下 好像 這次好像我玩的沒有很好 隨便消一下 下面會變是不是 下面自己會變 再來是消這邊 然後這邊在發光對不對 這邊 趕快把那個格子消出來 咻咻咻咻咻咻咻 還是不行喔 我好像走太多步了 光卡目標 這是哪裡啊 OK剩一個了剩一個了 這一個 這樣子 哎呀 還是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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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求高分 不求高分 只求過關 哎唷 哎唷哎唷哎唷 不錯不錯不錯 炸不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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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在看 在看什麼東西呢 格拉尼特看完了 然後這個 斜戰深淵是9月12號才開啟 然後奇境探險也是一樣還沒 啊 耀光耀光耀光 來囉 我們來看一下耀光的這個所有角色吧 好我們就先從這個 排位第一位的這個女騎士開始 刻印 好我們來看 我們看詳情好了 直接看詳情好了 好這個是女騎士的這一個 強化的這些屬性 好然後他的這個鼓舞 技能鼓舞進一步強化 變為提升40%攻擊力 好像原先是30%吧 然後嘲弄也是進一步強化 變成攻擊力下降18% 好然後我們再看 下一位 下面一位 然後再看一下這是光法 光法的話呢 物理減傷然後急速 破魔 然後爆傷增幅啊 之類的 輝煌 將技能輝煌進一步強化 提高自己18點 那個爆傷增幅 武器祝福 受祝福的英雄每次造成傷害對自己 每次造成傷害對自身下次傷害提高15% 提高15% 最多觸發並疊加4次後失效 所以會提升到 會提升到蠻多的耶 這是不是新的技能啊 那這樣子難道光法他會變成一個這個輔助的角色嗎 給攻擊力最高的人15%跟15% 15%爆擊率 然後變成20% 那現在這一招是說 下一次傷害提高15% 然後 最多觸發並疊加4次 也就是 15 30 45 我一隻角色可以提高到45還是60% 然後60%提高到60%之後呢 他再打完之後呢又重新再計算 不過光法要活那麼久 也蠻困難的 因為這個是一般的這個技能 然後 我們再看 然後再看 再來是雷恩 雷恩的話呢 好大概是這個樣子 雷恩有這個治療效果 然後攻擊速度 急速這些都有 治療量提升到60% 蛤 治療量 我們應該不會期待這個雷恩去 去當一個補師 好 重金懸賞 這個是需要的 雷恩與隊友 至多提升提高35%傷害 這個對大佬來說 要把他提升到60% 只為了這個高傷害嗎 因為其實雷恩啊 203的雷恩在團隊遠征基本上都是用得到的 那如果說你有一個 60的這個雷恩的話呢 那相信對這個打傷害 打王 打王啊 這個打排名啊 一定會更有幫助 可是 只為了一個 只為了一個增傷 把他升到這個60 這個金河金碎 這個大概真的是只有大佬才能做得到 好然後再來是這個福克斯 已經是算是十代的眼淚了 好福克斯 暗之關 再一次的強化 每場戰鬥一次 就位 就位之後 封印敵人是怎樣 因為他的那個暗之關其實很快啊 他的暗之關我記得是第2個動作 就是第1個動作普攻 然後第2個動作就是手就開始 那個摸地下 然後就把人家關起來 所以他的那個關人動作其實蠻快的 但是這個就更快喔 我真的是 真的是摸土還要苦了 開場就直接把一個人關起來 這是蠻有趣的齁 這樣子會不會有一些特殊的打法 因為這樣開場就把人家關起來 不過 不過好像只差一個動作 如果說你配合佐拉斯的話 其實也是關了蠻快的吧 但是呢他把人家關完之後呢 大概就沒有什麼其他的作用 這樣子 好然後 然後銀之死 技能會對處於 好啦 這個是傷害 傷害就沒有什麼好期待 福克斯的傷害 應該是不期不待吧 所以這個是 怎麼講 刻印30是可以試試看喔 好 然後我們再看 光盾 光盾的刻印 好 光盾也是時代的眼淚啊 極速 等到開刻印 也不對啊 開刻印是神話一星 或許前期還是用得到吧 治癒之光 治癒之光 治療量提升 治療量提升 這個不用看了 舉盾瞬間會恢復自己 35%以損失生命值 喔這個還不錯喔 聖光之盾 但是要提升到60 大家也知道說光盾在後面上不了長 所以說有做功課的這個 前面的玩家也知道說 不要投資光盾 雖然說覺得是好像還不錯啦 但是 還是沒有必要投資 好 色恩 色恩有救嗎 萬年版電子角色 技能 劍武蓮華進一步強化 額外 附加提升 至敵人最大生命值 21%傷害 好像原先是15%吧 等一下看錯了看錯 我們看右上方 好先看屬性喔 屬性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 我記得好像是18%提升到21%吧 技能弱點洞吸 會進一步強化 會提高自己的攻擊力 這個真的是需要測試 到底 到底後面上不上得了場 這真的是打一個問號 好 所以大概這個就是色恩 原先的話是 原先的話是 提高14%攻擊力 暴擊率 唉唷 原先沒有提高攻擊力喔 所以這個 跌到 哇 持續5秒 跌到10次 那如果說開個大招拼命暴擊的話 瞬間他的攻擊力會加80% 這個值得測試看看喔 但是 測一個 測一個小勝你要不要升到60級 萬一他 萬一他不好用的話 這個金和金稅怎麼辦 然後劍武蓮華 對齁我沒有記錯齁 原先是18%嘛 所以多了3% 他這個最大生命值的這個傷害 好然後再來是目盾 這一個是那個 格溫尼斯還是溫格尼斯 光光的養父喔 非常疼女兒 蟲女兒的這個代表 好我們來看右上方 這是目盾的這個技能 然後我身作 我身作盾 將技能我身作盾進一步強化 保護期間 自己受到傷害 下降70% 原先好像是50%吧 就是他 他會去強制保後排 然後堅守 堅守也是一樣喔 就是堅守是保護自己 恢復能量 恢復速度 恢復血量 變成每秒8%最大生命值 然後 架洗護盾 都會進入持續3秒鐘的免疫傷害 原先好像沒有免疫傷害 每次架起盾牌 都會進入持續 3秒的免疫傷害狀態 我們來看一下 每場戰鬥一次 免疫控制效果 受到傷害 這個 每場戰鬥只會有一次而已 好 所以說 這個應該是堅守這個技能吧 是 每次架起 可是他這個有每次嗎 每次 應該就是 這個 這個戰鬥就只有這麼一次吧 每次架起盾牌 都會進入持續3秒的免疫傷害狀態 就只有這麼一次吧 他說每次 是指什麼意思 好 沒關係 所以說這是木盾 那我們再看下一隻吧 哎唷 羅萬 羅萬神 刻印會讓他變得更神嗎 神上加神 這個是 羅萬提升的這個屬性 然後 道具 道具攤 每個英雄使用藥水有4秒間隔 是不是縮短 是不是5秒變4秒 然後 貨財免災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保命 免傷技能 至多消耗能量降低到35點 也是不錯啦 羅萬看來提升到這個60 基本上 大概也不會太差吧 5秒間隔變4秒間隔 這個有用啊 羅萬的這個藥水 怎麼樣都有用 就是 就是可以快速的喝 喝藥水 不論是補血 補能量 對於說這個後期的戰鬥這麼痛的狀況 趕快喝藥水 對不對 然後趕快更新能量藥水 應該是很重要的吧 所以羅萬我覺得 我覺得30應該是藥 至於說60的話 應該是 應該是比較不需要 因為50點降到35點 少15點 可是你的 少15點你的那個金盒 你要提升到 多提升30級 那個花的金盒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 道具攤 應該算是還蠻不錯的 等於說是快了 20% 對不對 多了一秒鐘 少了一秒鐘 然後格溫尼斯 光弓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刻印 爆擊率攻擊速度 非常需要攻擊速度 然後爆傷增幅 爆傷增幅 在後期還用得到嗎 雷霆之死 暈眩效果延長一秒 哇雷霆之死 直接延長一秒鐘 那這個光弓 那如果說是你還在 31張 或是說35張之前的話 那 35張之前 35張就快淘汰了 34 34張之前的話 你投資一個 專30的這個光弓 應該還算不錯喔 這個 這個算是扣蠻久的 多扣一秒鐘 然後凝神定氣 普通攻擊 傷害 這個就是純粹傷害提升嗎 不錯 不過也不錯啊 光弓本來就是需要傷害了嘛 所以這是光弓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 暈眩效果延長一秒 應該算是蠻有感的喔 這個 原先是 原先是幾秒鐘啊 原先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寫 寫說幾秒鐘喔 雷屬性 雷屬性 好像沒有寫說 這個雷是幾秒鐘齁 但是原先那個雷啊 其實並沒有說暈 暈可能久 他主要是這個打斷動作 所以 才需要亞瑟啊 站在這個光弓的前面 讓他一直射一直射 然後對方就會一直在那邊 暈一下暈一下 原先那個暈可能是只有零點幾秒而已 但是這個延長一秒鐘 我覺得應該會讓 會讓這個 這個雷劍啊 會比較有感喔 所以這是光弓的部分 好 女僕 在後期還是用得到 女僕羅莎琳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刻印吧 右上方 OK 這是女僕的這個屬性 下午茶 治療量 哎呀 治療量 看到治療量 就不是很感興趣 然後清掃 還會降低附近敵人 120點命中 原先有 原先有降低命中率嗎 清掃 傷害提升 會把敵人擊退 多降低敵人120點命中 我覺得可以吧 女僕 女僕跟著魅魔這一隊 在後期還是蠻常用的 但是 但是不是那麼優先提升的 這個要到 這個要到 客印60級才會開啟 然後 然後塞西利亞現在正在團隊裡面期間 塞西利亞是非常 非常有用的降低boss攻擊力的這個角色 右上方的詳情 秘密審判 每段造成傷害提升 好傷害提升跟什麼治療提升直接跳過 除魔結界 將技能除魔結界進一步強化 然後每場戰鬥一次 入場後在自身腳下召喚強化的結界 還能降低 嗯 入場 他 每場戰鬥一次 入場的時候直接在地上 直接在自身腳下召喚 可是他入場不是就切到敵人那邊去了 所以他切到 所以說他一入場 切到對面去之後呢 腳下就會有這個 召喚強化的結界 然後會降低敵方的這個35%能量恢復速度 如果說是降低敵人攻擊力的話 那可能就是大佬就會想說 那用來打王試試看 可是如果說是降低敵方單位能量恢復速度 好像就還好 而且每場戰鬥也就只有一次 應該就是開場他 他切到對面去之後呢 然後就會啟動這個除魔結界吧 所以我覺得這樣看起來的話 賽希利亞看到現在好像是覺得 最不大需要生克硬到60級的 喔9桶9桶里格比喔 這個多利的爸爸 來克硬 詳情 呃9桶真的是後面碰到真的是非常奶的角色 對面的NPC總不會讓我們失望 呃49如命 每進入一層酗酒狀態會獲得35點極速效果 35的極速效果 然後如夢方醒 進一步強化 戰鬥開始的時候 哎呦 戰鬥開始的時候立刻獲得 現在都是戰鬥開始立刻獲得 都跟梅林一樣 然後 治療效果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盧夢方醒 呃自身的 自身戰鬥中受到生命回復 提升到80% 然後 OK 所以說這次開場的時候呢 他會 他會每秒恢復5%的最大生命值 持續12秒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有點像是 希瑞士 就是一開場 他就直接處於一個 呃這個這個 自動補血的狀態 然後 再加上說他在這個戰鬥過程中又會喝酒 然後喝酒之後又會酗酒 酗酒完之後 在如夢方醒 欸 又會再繼續補血 哇 那如果說NPC有這個技能的話 那真的是會打到哭出來了 好 這是酒桶的部分 再來是 哎呀 奧斯卡當時是很看好他 結果沒想到這個也是 被 被列為這個板凳的耀光選手 好 善後處理 呃 OK提升攻擊力 掰 然後 疑龍得體 呃 期間對敵人造成的傷害提升直到 自身受到控制效果 疑龍得體是自己解除吧 疑龍得體期間對敵人造成的傷害提升是5% 好 可是微懶的看欸 就是提升攻擊力我覺得 我覺得沒救了 好不好意思 非常的刻板印象 直接跳過吧 埃魯爾德 埃魯爾德的這個屬性 大概是這個樣子 聖教庇護 將技能聖教庇護進一步強化 吟唱結束的時候 或被打斷 或被打斷後 免疫傷害效果延長 延長4秒 延長4秒 原先是幾秒 這樣看起來是加了4秒 加4秒太誇張了吧 應該是從什麼3秒變4秒之類吧 然後 然後60的話 傷害提升 好傷害提升 就不想看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招吧 對齁 原先是3秒鐘 然後變成4秒鐘 所以多了1秒鐘 三分之 三分之一 就是加了33 33.3333% 所以這還算不錯 如果想玩埃魯爾德的話 可以把它提升到30 因為 提升到30跟提升到60 是完全不同 不同檔次的這個 這個花費 畢竟金稅獲得比較 比較簡單嘛 金盒真的是太珍貴 好 所以埃魯爾德的部分 那羅萬的未婚妻 佩吉公主 佩吉公主 克映 好這是我們的佩吉公主 她的那個 克映的屬性 皇家護衛 將技能護衛隊進一步強化 盾衛兵 為自己和自己的非召喚物有軍 添加衛兵25% 最大生命值的護盾 不錯喔 這是最大生命值喔 持續9秒鐘 好 那這樣子我們佩吉公主 算是輔助跟攻擊都有 攻擊嘛 有攻擊啦 不過常常會 會覺得是說比娃爾克還強 好 火槍騎射 將技能火槍騎射進一步強化 每個火槍兵傷害會 浪點下降25點命中 好這個 這個完全沒有興趣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招吧 衛兵為自己和最近的非召喚物有添加 衛兵20% 那也就是20%變成25% 然後 急飛暈眩 好 那就是 升到30之後呢 這個這個護盾量從20%變成25%多了5秒 然後8秒 8秒變成9秒多了1秒鐘這樣子 好像還好 好 娃爾克 娃爾克來了 究竟他的克運可不可以救他呢 來看娃爾克的屬性吧 暴擊率 命中 物理減傷 魔法減傷 恩 物理減傷 魔法減傷 有破防喔 破防1.7 吸血 暴傷征服 極速 沒有攻擊速度喔 好 沒關係 這個 反正屬性我們先看一看 最主要是他的克運這個屬性喔 敢近殺絕 將技能敢近煞卷進一步強化 會更優先且平凡的施放 好期待到底是有多平凡的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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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強化每次攻擊如果說沒有暴擊的時候 還真的很長沒暴擊耶 因為那個時候在測試瓦爾克的時候 怎麼傷害量一堆的這個白字啊 然後額外提升4點暴擊 最多不超過40點 那這樣還不錯喔 而且他沒有說這個點數會消失嘛 所以應該是整場戰鬥 他都會處於這個提升暴擊的這個狀態吧 因為他並沒有說幾秒之後這個層會消失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技能吧 原先趕盡殺絕這一招是這樣子 變變變變變變變 然後會對生命最低的制度兩個目標造成射擊 然後對當前目標血低於10 反正就是去攻擊敵人 但是這個好像也是 反正他就是會走到敵人面前去就對了 然後每擊殺一個人射擊目標 所以這一招會更頻繁的施放 然後每一次使用這一招的時候 他就會獲得這個40%血量的護盾 到底是有多頻繁的真的很好奇喔 好佐樂槍管被動 每次攻擊未暴擊的話會額外提升暴擊 所以說他在場上越久應該可以看到說 他的那個紅字的這個暴擊應該會更多 嗯...怎麼辦呢 我自己是很想要試試看啊 升到專30玩玩看說到底 到底這一隻到底有沒有救喔 所以我是很好奇啊 但是但是就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然後海姆達爾 誒...誒克映喔 我們試煉之地的那個角色 他是有克映的狀態嗎 好像沒有齁 好像只有309對不對 應該是沒有克映吧 等等等等等等 這樣對他不是很公平 嗯...亞瑟 然後鳳凰 亞瑟也沒有用他會往前跑 好啦佩琪公主啦 然後女僕 這個應該是沒有護盾啊 砰...剛剛那個砰很大一聲 就是那個東西趕進殺局 哦...好好...不看了不看了 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就看有沒有大佬要去升他吧 啊...來來來來 耀光中的惡魔齁 海姆達爾他的課音是如何呢 好...詳情應該是... 法師的話應該都是跟攻擊有關係吧 唉唷...好高的洞察喔 那這樣子控場很強喔 他的控場本來就很強了 而且他不只控場強 他的單體控場傷害還非常強喔 像小楊是魅惑敵人 但是那個被魅惑的人他並不會受傷 他只是頭上出現愛心 然後會魅惑 這個是...他除了魅惑之外呢 他還會對那個單體敵人造成大量的傷害喔 提升極速 物理減傷 暴傷增幅 破魔 哎唷...破魔有15.39 那這樣打法師應該不錯吧 也不對 因為他是屬於法師系的角色嘛 OK 好...然後那個暴傷增幅 魔法減傷 暴傷耐性 暴擊招架率 極速 好像就是一個暴傷增幅這樣子 不過就是有一個很特別的屬性 就是洞察非常的高喔 好...奪破低語 操控時間持續到8秒鐘 好強...好長喔 原先是不是7秒鐘啊 然後聲淵結算 將技能聲淵結算進一步強化 本次傷害額外造成累積傷害值的12% 又來了又要鎖海姆達爾的攻擊力500% 好...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原先是多少啊 我們來看一下 唉唷...6秒到8秒鐘耶 喔...那這個... 這個看來很值得升到30幾喔 6秒鐘多2秒鐘耶 喔...控制8秒鐘 8秒鐘的話 再加上個60%的冰魔會是什麼樣的狀態 8秒的60%是4.8秒嘛對不對 嗯...60% 對啊4.8...應該是沒算錯吧 然後...呃...這樣子的話 哇...一倍控制控...控個12.8秒 這樣會不會太誇張 奪破低語 然後配上冰魔 鑽30的冰魔 然後這個聲淵結算 嗯...本次傷害額外造成敵人該累積傷害的12%被動的 OK...好 所以說他的傷害量又會進一步提升 嗯...在耀光塔應該會有更多表現的這個機會喔 好...那所以說這是耀光的刻印的部分 這樣我們就看完了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看呢 呃...喔...自己通關的紀錄可以看 然後這個巔峰競技場 下一輪會開始生效 應該是上5個隊伍吧 然後數據 數據統計 密寶霞灣 嗯...應該大概是這個樣子吧 我們來看一下過關的這個紀錄 啊...我在37-4喔 我正好這一關還沒過 呃...所以我在想應該是過了這一關之後呢 我還可以回去看 37-4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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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就是過關的陣容這樣子 好...然後...嗯...什麼英雄數據喔 等一下...這邊是有英雄數據 過關陣容 嗯...好像...嗯...是這個地方嗎 英雄數據 看一下喔 數據統計介面 英雄信息 過關英雄的具體信息 數據統計介面 心中英雄信息介面 是這個嗎 點這個 再點這個 喔...喔...在這個地方 下面這邊 好...原先只有這個數據統計 這個地方 英雄信息 哇...好清楚喔 哇...一目了然耶 哇...這個功能讚 哇...這個...這個遊戲... 遊戲的數據庫真的很厲害 哇賽... 這個這樣子也太清楚了吧 操作業 讓你操的真的是輕輕鬆鬆 一個一個...一個一個這個裝備 然後...呃...神器跟這個專武 這個真的太方便了 如果說你在錄影片的話 只要這樣子切過來 比如說我打完了打完一場戰鬥 我要錄影片 切過來 這樣子 一兩秒鐘的這個畫面呢 你們就可以自己慢慢對 喔...真的太清楚了 齁... 呃...家具 紅色家具有幾個 然後什麼神器 然後專武是幾級 還有你的那個裝備 哇...這個是古王反傷 這個...這個洛桑是完全沒有... 沒有穿裝備嗎 應該是齁... 然後伊索爾德不穿頭盔齁 就是為了說這個... 不要有減傷 讓他更...更痛一點齁 越痛越快樂這樣子 好...然後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的 盧克雷利亞 好...來看一下這個...這個... 大大的這個盧克雷利亞 是什麼樣的屬性 呃... 誒... 刻印也看得出來 因為這下面有一個紅色的星星嘛 然後他使用的是這個弓 然後專武是33 哇...全部都T3 九紅家具 唉唷... 不對不對...有十紅家具的耶 那應該是...那應該是之前吧 有抽到重複的齁這樣子 哇...那隻也是蠻強的齁 東紅女是十紅 然後這個... 欸... 骨弓十紅 希拉斯也十紅 然後阿塔利亞... 欸...阿塔利亞零 零是正常 因為阿塔利亞這個... 這個是紅家的齁 所以說沒有...還沒有加劇 好...欸...那這樣子真的是蠻有趣的耶 哇...十十十九九 波浩斯 好...OK 好...那這個就是英雄信息的介面齁 從這個過關的關卡可以看到 那...應該這個...王座之塔應該也是看得到吧 隨便點一個王座之塔喔 好...看一下艾德溫 然後英雄信息 也是有耶...所以原先就已經有記錄這些紀錄了 哇...真的是太強了 非常的佩服 可是這個...這個...這個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啦 就是...就是...這個什麼版本過低啊 沒有辦法看 但沒關係齁...這個隊伍的這個英雄信息已經寫得清清楚楚了 好...那影片就這樣子齁...那個... 哇...也錄了四十幾分鐘齁... 所以這就是1.72版的這個更新 然後明天早上8點之後呢 就可以試用這一隻新的這個... 滿血的坦克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也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